豆腐 豆皮 或是豆干 不論炸的 滷的 這些再熟悉不過的銅板美食 你可曾想過 這是什麼黃豆做成的嗎 走一趟超市 盒裝豆腐 飛機改 三個字超顯眼 彷彿生怕你看不到 旁邊另一款機改豆腐 字體倒是變得很低調 走進賣場的豆製品專區 一旁機改 飛機改 標示得清清楚楚 不過你可能很難想像 一般日常生活中 常吃的肉鬆跟泡麵 裡面也含有隱藏版的機改食物 泡麵 肉鬆 炸雞塊 還有冰淇淋 巧克力等等 只要含有大豆油 玉米粉 都很有可能是 機改加工而成 機改食品百百種 目前我國進口的機改作物 有黃豆 玉米 油菜 棉花 其中市面上的黃豆 每年進口204萬噸 其中99%是基因改造 真正台灣本土黃豆 不到市場的1% 可以合理推測 我們吃下肚的 幾乎都是基因改造 就是我們第一區的加工區 位在彰化這間豆干工廠 二十幾年來 都選用美國機改黃豆 這間黃豆你看 它也是力量飽滿 沒有說什麼 很多碎石的黃豆沒有 不過它是一直非常安全 營養價值非常高的 一個基因豆 從磨薑 煮費到定型 剛出爐的豆干 白嫩軟Q 如果不是包裝上 標示基因改造 但從外觀很難辨識 但也因為這行字 讓整體業績下滑了10% 我們製造業者當然是受委屈 因為既然政府合法的 一個基因黃豆 它飛機改就比較安全 它不一樣就不用灑農藥 不見得 有些人是覺得 我為什麼要冒那個風險 你如果告訴我 就是飛機改 我就比較就是安全 基改食品到底安不安全 到現在還是有爭議 對我們鹽石品安全最重要 對 所以它是要通過 一定的安全評估 那才能夠上市 其實它的目的就是確保 這個實用的基因改造作物 是實質等同於傳統的作物 話說到GMO的消息 主題 GMO的消息 吃了GMO的薑 可能會破壞你的腹 警察 當質疑基改作物的研究報告 越來越多 學界開始把矛頭指向 全世界最大的 種子基改公司 孟山都 過去是賣農藥的 它的農藥賣得最好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連連春 把這個可以忍受 連連春的這個基因 從細菌 轉到這個農作物的身上 有了抗農藥基因 基改作物可以屹立不搖 但擁抱新科技同時 潛藏的風險也一一曝露 它的風險是未定 很知名的研究會說會 會有腫瘤 尤其是生殖器官 生殖的系統 有的會覺得取樣不足 像這種東西已經不成立 在上演史上 都被吊銷的一個文章 結果拿來全世界宣傳 反基改嘛 對不對 現在的話 他們認為就是說 這基改吃的話 對人體會有害 會怎樣 然後他絕齒結孫 幹什麼東西 OK 我都不反對 你把證據拿出來嘛 中興大學葉錫東教授 在基改領域 研究了超過30年 轉基因的菸草 轉基因的番茄 轉基因的木瓜 鏡頭直擊基因改造研究室 研究人員小心翼翼 切下芽點 透過荷爾蒙發根後 就能移到溫室當中 這裡一道門鎖 這裡又一道 三道門禁戒備森嚴 早在1996年 這裡頭就培育了 全台灣第一株基改木瓜 這個都是基改過的 所以必須放在這個條件底下 那就不會去污染外面環境 基改木瓜能夠對抗 輪點病毒 儘管研究做得再多 也曾走出溫室 進入田間實驗 但始終無法溫室 是這樣 新的事物出來 你不習慣 你沒有看過東西 你不一定會喜歡它 對基改作物就是不友善 所以它有它時代上貢獻 比如說在某些 國外有一些地方 本來那個籠作物都不好長 你用了基改種植之後 長得很大 正反兩面的研究都有 我想這一點還是有爭議的 曾被視為糧食救星 如今基改作物卻飽受質疑 現階段台灣法規沒有開放種植 只停留在研究階段 對於進口基改食品 也得做出明確標示 走進菜市場 散裝了豆腐 豆乾 各式各樣豆製品 放在架上賣 嗨 妳好 來這裡有單獨 但到底是基改還是非基改 看不出來 現在市場有需要特別標嗎 市場的話標示的話 也是因為現在還沒有人在標示 老闆話講得有點結結巴巴 市場上散裝豆製品 到底要不要標示 我們再往前找到一間雜糧行 有不一樣嗎 好 問他 包有不一樣嗎 這個非基因呢 28是非基因的 20耶 20是一般 除非客人主動問店家才會告知 不過這樣子恐怕已經觸法 今年10月1號起 攤販賣的黃豆 黃豆粉 以及賣場店家 販售的散裝初級加工品 都得標示 而攤販賣的豆腐豆干類 明年1月1號就必須全面標示 並不是說我們要求這些產品標示 它含有基改到原料 是因為不安全 的確不是這樣 它是因為我要讓消費者知道 他買到的是什麼東西 科學家扮演上帝之手 創造基改作物 到底安不安全 還沒辦法下定論 主管機關訂定標示規範 把知的權利交給民眾選擇